大家好,我是开水,继续跟进更新维凡事件 根据洛杉矶华人报报道 维凡在国内选飞暴露后 洛杉矶也有受害者前往了律师事务所起诉 据这些受害者说 维凡在洛杉矶的选飞已经是留学圈了公开的秘密 他此前就收到了维凡助理的邀请前去参加聚会 而这个聚会十分的神秘 每个参加者都需要上脚手机 以防止拍照跟录像 而这些跟都美族之前的爆料几乎一样 在聚会中大家轮流的唱Festile 也有人拿着白色的小药片 他喝醉之后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反反伤害了 受害者曾想反击 但是担心自己会像都美族一样 被网友或者反反的粉丝攻击 再加上他受到伤害时 自己的意识不够清醒 事后也没有保留证据 所以他才不敢贸然的报警 或举报伪反 现在他已经走上了法律程序了 伪反将在国外被起诉 除此之外 加拿大那边可能也有受害者 会举报伪反 那么伪反可能会是 第一个全球巡回坐牢的民心 目前在国内处罚结果 还是众说纷纭 根据比较权威媒体的报道 根据情节 三到十年或者无期 很有可能是十年左右 另外根据权威的解释 顶流是外国人 在罪名坐实吃完饶饭以后 还要面临被驱逐出境 限制多少年不可以入境的处罚 也就是因为这个是外国人的身份 顶流面临的处罚 其实又多了一项 他在被遣返回国后 将会受到监禁处罚 顶流回到加拿大后 必须向当地的警察局报告 同时他还要填写注册表 一旦注册后 会有一个十年 二十年 或者终身监禁的可能 离开本地外出或者更换联系方式 以及家庭住址之类 都需要汇报 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爆料中 还疑似出现了 吴亦凡的表哥 吴灵的身影 说吴亦凡在二楼往下看 楼下有个胖胖的男生 到处拍好看的妹子 然后把照片拿到二楼给吴亦凡选 最后选了一些妹子带走了 目前吴亦凡的表哥吴灵 也是处于失联的状态 一直有传闻称 他已经进去了 其实早在2016年 吴亦凡被爆出在海外选飞 小鸡赖为自己发生死 也提掉了温哥华多伦多 那时候吴亦凡还没有那么谨慎 被不止一个人拍掉了照片 还没有出道时 吴亦凡被战姐撞破 和模特儿有来往 被发现后很光张 连忙用牙签安抚对方 出道后 吴亦凡又用战姐跟机 开始让人坐远一点 惹了对方被威胁脱粉 后又怂了 竟然尾随对方上厕所 强行解释 过安检时帮着拎东西安抚 据网友爆料 说违反和白富美在一起时 让人给他买包 等女士醒来后 却用假包安抚对方 把洗好的衣服和包包还给人家 哄一哄假装恋爱 等法律风险消失就避开了 这件事还不止一人知道 更厉害的是 买包安抚这个爆料 也和都美族的采访对上了 假包的问题 2016年就有媒体发文暗示过 在国内这边马薇薇当初是力挺吴亦凡的人物之一 如今受到了网友们的强烈谴责 现在用小号和朋友圈发文道歉 称自己不配做女人 也不配做人 发誓退出娱乐圈 不仅仅是马薇薇一个人 编剧66也是力挺吴亦凡 吴亦凡刑剧通报发布后 他成为了网友讨论的焦点 66说服通过了社交平台发文道歉 说自己以后要修德修口 端正三观 网友表示道歉没有一点诚意 毫无形象可言 舒芒绝对力挺吴亦凡 看看他的原话 担得了多大的荣耀 就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支持你 事情反转后 导致他个人形象严重受损 而成立后吴亦凡有个合作的大导门 行为越发的低调 管虎的微博设置了仅自己可见 彭小刚缺席影展 大概是不想因为吴亦凡受到关注 由于这次吴亦凡事件设计面广 饭圈会得到整治 微博通过此次事件来封禁 和永久关闭账号990个 这不仅是对这件事的管控 更是对互联网 网络环境的管控 提醒大家 网络并非非法之地 在理性追星的同时 更要自尊自爱 编剧王海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不仅仅是违反事件 据我所知 也有那么几位流量明星 他们身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行业内大家都知道 说这个人最近不要用了 他有可能会炸掉 德国卉位的人 可能会被彻底的封杀